公主號今天隔離期滿 目前統計有542人確診 其中有4位是台灣人 在今天下午1點鐘 會有5位台籍旅客會下船 驟日代表處人員已經到碼頭迎接了 不過日本政府安排的500位首批下船旅客 大多都是日本籍 在早上10點左右已經陸續下船 鑽石公主號乘客終於等到隔離結束的這一天 19號預計有5名台灣人 會在下午1點到2點左右下船 驟日代表處一到橫濱碼頭準備迎接 之後將人先送往飯店休息 不過擔心防疫漏洞 台灣包機限定只載回檢疫結果 為陰性反應的台灣旅客 所以等全部結果出來要到明後天 而日本政府安排的第一批下船旅客 約有500人 老年人和日本人優先 他們陸續在台灣時間19號早上10點開始 拖著行李遵照指定路線下船 比原定時間晚了半個小時 日本政府派出大約16台巴士 把這第一批人載往橫濱等主要車站 讓旅客自行返家不需再進行隔離 但後生勞動省將持續進行電話聯絡 追蹤健康狀況 船上剩下的乘客將在接下來兩天陸續分批下船 不過曾經和確診乘客同房的人 就算檢查結果是陰性 仍要在確診患者離開飯店後 再進行14天隔離 確認健康無餘才能下船 鑽石公主號病情爆炸性擴大 各國也持續包機撤離公民 南韓派出的總統專機已在19號早上將6名韓籍人士和一名日籍配偶接回首爾 其他人留在船上的他國旅客 包括加拿大20號也將接回200多名加國公民 香港派出了兩架國泰包機 計劃在19號晚上接回350人 飛機上座位有特別安排 將會是隔位又隔行乘坐 眼看各國乘客陸續撤離郵輪 接下來要掌握這些旅客的健康狀況 以及防疫措施又將是另一個挑戰 記者綜合報導